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媒体欧洲台 今天是西方文明系列的第12集 我继续跟大家讲古罗马共和国 上一次我在上一集我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古罗马共和国的强大 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先进的可以说叫民主制度 然后它的整个的政治制度把社会结构的话 就是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次提出的 基本上有平权的这种提法 然后给了它功名很多的权利 然后再加上上一次我提到它的军事方面 它做的挺多的一些改革 然后在机制上面的话也给了很多士兵或者官兵 都有很多的激励机制 今天我主要讲罗马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方面 就是说古罗马共和国每次我看到它的历史资料 我就会非常的感叹 就是说像西方现在的欧美国家 很多年城市的布局那些的话 都跟罗马基本上是一脉相承下来的 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罗马的经济 罗马的经济应该最主要就是说 它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多元化的经济 然后它是它有整个罗马共和国 它是以它以罗马为一个用现代话 这样讲是Cospolitan Center就是说一个大都会中心 当时的罗马城已经将近有一百多万人 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就是说公元前四百四五世纪 到公元前一世纪 那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可以说 然后呢它罗马城的整个的布局的话 就相当的现代化 因为它有整整套的 如果大家看过角斗士 那部电影就Gladiator那部电影的话 就是说它的 你可以看到 因为当时很多吧 可能把罗马城的那些建筑啊 那些都复原了电影上边 或者看埃及艳后 你都可以看到当时 当时它那些 特别是埃及艳后那部电影 非常经典那都就是复原了很多 当时罗马的罗马城的那些建筑 那是非常的宏观 待会我会更多的讲到罗马城的建筑 我现在讲的是经济 所以罗马共和国的经济 是以罗马为中心的商业贸易 而且包括国际贸易为主的一个经济结构 当然也有农业 也有制造业那些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反正不管怎么说 把罗马想像一个经济中心 然后它的其他产业的话 都以这个中心为延伸 当时的罗马共和国 它的国际贸易非常的发达 就是说因为像意大利 罗马周边的话 最主要是产橄榄油和红酒 所以罗马本身就是罗马本身是没有什么产业 但是因为罗马就像现代的 像纽约或者伦敦一样 它是一个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 然后这个呢就是说当时的国际贸易非常发达 就是意大利产的红酒和橄榄油 输出到世界各地 然后当时的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世界各地 就是地中海再加欧亚非 因为当时罗马的版图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可以看到中国的丝绸在罗马 然后呢当时丝绸是非常贵的 一磅丝绸的价格跟一磅黄金的价格 基本上是平等的 然后呢又有非洲的象牙 还有埃及的那些 埃及的手工艺品和珠宝 然后还有当然它的贸易还包括 那些产品还包括从英国的铁 然后是西班牙的黄金和银器 这些矿产都能送到罗马去 然后当时国际贸易最主要是通过海陆和陆路 当然待会我还会讲到罗马的 为什么说条条大陆通罗马 当时罗马修了非常多的路 基本上贯穿欧洲 然后呢海上罗马的造船业 也是罗马共和国的造船业也非常发达 当时已经是可以有300人 再300人 然后还有很多货船那些 当然它最主要的就是说陆路和海陆 最主要是以它的 就是运送它的军事物资和军队为主 但是呢 而且当时的罗马的海军已经是非常强 就在罗马共和国时期 那时候海盗已经被罗马的海军已经制服了 所以在海陆和陆路 它都能保证它的国际贸易的畅通 所以罗马共和国整个是一个以国际贸易为主 然后其他的行业有它的农业 当然在意大利那个地方是农业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产业 另外呢是它的矿业 农业方面呢就是说当时要产粮食 要产葡萄酒要产橄榄油那些 然后它的罗马它整个的结构是它大部分住在罗马城里边 然后呢城外就是说就是像 因为我们现在说的话就叫外省的话 那就是农村地区 而且它当时的结构是像很 它当时的结构农村的结构就跟现在西方很多的农村的结构非常相似的 那就是农场主 它的很多土地是农场主的话都是住在罗马城里边 但是呢它的农村的那些产业的话 是由专门的manager有专门的管理人来管理 然后呢就是说当当然当时我上集就讲过 很多罗马人公民是军人要参军要打仗的 但是呢它的主要的其他的产业像矿业和农业 就最主要是以奴隶为主 所以当时是奴隶是一个非常就是说也比较便宜的劳动力了 所以很多奴隶是工厂在矿业和发明 就是说农业上面 然后它的当时已经有了非常严密的税收系统 一方面是以金钱的形式 另一方面呢是以股物的形式 税收的税率的大概在从1%到30% 如果有战争的话它的税率就会比较高 然后平常比较和平时期的话 它的税率就比较低 所以它的税率是调整的 而且呢它很多税的形式都是以股物的形式交 所以当时的发明就是当时的农场主的话 他交的就是有多余的股物 有丰收多余的股物的话 就以税收的形式交给它的当时的政府 然后呢说来很有趣 就是当时的政府 他们已经有的就像跟现在一样的那些 就是比较相似的 Wafare System 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些 比如说多余的股物的一些 又分配 当然最主要的第一供应的对象是军队 军队其实也就是罗马人的公民了 然后呢就其他的一些罗马城里边的公民的话 也基本上很多人都可以得到分配的 而且罗马当时已经有了 世界上第一个公立的医院 这是相当先见的 而且他就说很多比较比较穷的人 他是可以免费医疗 所以世界上第一个公费免费医疗 就从罗马共和国开始的 刚才我讲到了他的农业 当然这个就是我刚才已经说 他税收的形式以股物的形式为主 然后就福利的形式 也以分配股物和食品那些为主 就当时的这两个农业就供应了军队和福利 社会 可以说上福利社会了 然后另外一大产业就是它的矿业 当时的矿业已经非常发达了 特别是因为罗马以后就是不断的扩张 所以他西班牙的金矿银矿 还有英格兰的铁矿 还有其他地方各地的 比如说当时的鑫矿和很多彩矿 当然彩矿最主要是以如意为主了 都源源不断的把这些金属矿 那些送到罗马去 所以就作为他们做武器 还有当时罗马已经产生了世界上很主要的货币系统 当时的罗马的货币是以金币和银币 当然也有铜币了 然后罗马货币 可能其实想讲到罗马共和国 非常像现代的美国 但虽然各自处得年代不同 但是当那个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和整个的实力的话 都跟现在的美国是比较相似的 其实连政治结构也比较相似 所以当时的罗马货币已经基本上是通用全球 当然就是那个地区 那个地区也亚非拉 那个地区欧亚非的通用货币 所以可以在罗马的金币银币都可以在印度 在埃及在英格兰爱尔兰那些都可以看到 而且是通用的 所以罗马当时已经就是 他的货币已经是硬通货了 以后我会讲到罗马帝国的 罗马帝国的衰亡 也就从他经济上和他的通货膨胀 也就是他的货币的金和银的那个成分越来越低开始 那是后话了 就当时现在已经你就可以看到 罗马共和国当时的强盛 他的货币已经是全球 当时的全球通用了 这个呢就是说 就从另外一方面说明 罗马共和国当时的经济是非常强盛的 然后呢一方面支持他的国内的福利 和人民的生活 另一方面也支持他的军队 在当时的不断的扩张 而且再回过来讲 当时的罗马城 已经是他有非常先进的town planning 就是城市规划 从地下水到他的整个 即使现在我去意大利去罗马的时候 你现在仍然可以看到 像Roman Forum Roman Bath 还有他的运动场那些 都是2000多年了 他的结构 他道路那些都是非常宽阔的 而且那些建筑之雄伟 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些是罗马城的象征 就是那个Colocene 就是那个角斗场 那个 现在虽然是 你看他的整个结构 还是保存的 非常好的了 所以 另外一方面 刚才我说的是 罗马城的城市规划 和基础设施 对了 基础设施 这个词 infrastructure 在当时罗马共和国的时候 他就政府花了很多 很大的精力 做基础设施的建设 所以最有名的 那就是罗马的道路建设 所以 一直2000多年以后 都有这个 这已经成了一句谚语 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这个条条 all road to Rome 用英文来说 这个不是 仅仅是书 这是实际 就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 罗马共和国 最先进的 而且 就最显示 他强盛的地方 也是他走到一个地方 不管打到哪里 路修到哪里 而且当时他的 就土木工程师 也是他军队的一部分 或者是随军的内容 当时很绝大部分 罗马的初衷呢 他修这些道路 都是 为军队的 调动 来做这个准备的 当然他那些路 也基本上都是 罗马军队修的 刚开始 就很早去的 就是大部分时期 时间的话 罗马共和的时间 都是军队 罗马的军队修的 到后来他就 比如打得太远了 就用当地的 可以说民工了 来修 那个道路 但是呢 这整个罗马的道路 从以罗马为中心 四面八方 向欧洲铺开 到小阳下到中东 只要反正 罗马占领一个地方 路就修到那个地方 而且那个地方 那个路就从罗马通出来 所以当然这些道路 也就 也都完全都可以通到罗马 而且罗马当时的 驻路的 技术也是非常高明 就是说即使现在 你每到一个地方 到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在德国有很多 罗马时期的 就是城堡 很多路 就是那种中世纪的路 或者是什么 归根素颜都从罗马 那时候开始的 而且呢 就他整个的 他的驻路 还有他非常一套 先进的技术 就他的路 基本上是 很多层 下边是十块 然后他有当时还有 就是说罗马的那种混泥土 对了 罗马当时就有混泥土了 就有水泥了 而且呢 他大量运用于他的建筑 和他的墓和桥 然后他当时还有 非常有名的罗马修建的水区 所以罗马的道路 结石 质量非常好 有不少的话到现在 欧洲的很多地方都保留着 都还可以用 所以2000多年 当然罗马的建筑的材料 一个是他的建筑技术 他的工程师的水平和设计啊 那些都相当高了 而且罗马的材料 至今有些科学家都还在研究 古罗马的水泥 为什么那么坚固 因为古罗马时期建那些水泥建造的海墙 到2000年以后 有些还可以用 然后罗马 古罗马建造的水区 像欧洲和很多地方 看到那些古迹 虽然是古迹 但是他那个整个的结构啊 还是相当结实的 而且罗马的水区 很多现在都可以用 而罗马的水泥的话 是用火山灰和石灰 综合搅合在一起 构成的非常的坚硬 而且呢 就是说 现代的有些科学家都还在研究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些火山灰 估计是罗马人 看到就是说 因为意大利火山很多的了 那些火山灰 火山盐 跟一些另外的石灰 那些混合在一起 就非常坚硬 而且呢 就是说不受海水的腐蚀 几千年以后 都是非常坚固的 所以罗马的道路 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然后呢 另外一个非常 呃 象征经典的罗马的杰作 就是它的水区 在欧洲可以看到很多 像法国这里 图片上面显示的那种水区 而且是有拱形的 它水区的话 其实就是供水的管道 现在说回来讲 就供水的管道 因为当时罗马城有 一百多万人 那些水的话 要从农村 要送到罗马城去 所以它大部分的水区的话 是埋在地下的 就像现在的管道一样的了 然后呢 比如有高山 有河谷的地方的话 它就是架起桥梁 然后水区在 呃 桥梁上边 通过 所以 这也是非常像 而且它还有 在罗马城的话 还有 很多地方 都有地下水的通道 就是它有 它的那些污水排污 排污啊 排水啊那些 所以这整个都 都有一整套的系统 所以整个的 比如说像 现在的供水系统 像现代化社会的 现代化城市的 供水系统 排污系统 在罗马城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 出形 而且呢 是相当的 质量是相当高的 呃 这就是它的基础设施 当然它的罗马的建筑 也是非常的 呃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那个Cortensum 就是角斗场 当然它还有很多 呃 当时罗马的日常生活 是相当丰富 有剧院啊 还有图书馆 学校 哎 整个还有它的 当然从 有一般人 就是说 一般的居民啊 罗马城那边居民 就穷点的 住在 其实很像现在的 呃 欧美的城市 就穷点住在 阿帕门 到就有公寓楼了 穷点就是住在 一层一层的 跌起来的那种小屋子里边 像富裕的人的话 就有一般是城里边 有一个大大豪宅 然后乡村里边 还有它的乡村别墅 这就是 你看现在 现在很多也是 就是到周末啊 就去度假 海边啊 这种或者什么的 当时罗马的 那个已经开始了 呃 所以它的 当然 它的执政官啊 皇帝啊 或者贵族那些都 像在那个 呃 罗马 就现在都有的 Palatine Hill 就是那个Palace 英文的Palace 就从 纳定文这个 罗马这个地方 Palatine Hill 开始 所以就是宫殿 西方的 整个的宫殿 就是从罗马那时候开始 就执政官啊 当时的国王啊 那些 就住在宫殿里边 然后贵族住在豪宅 或者 而且乡村 还有乡村别墅 一般的平民呢 就住 公寓楼 嗯 听起来非常熟悉 是吧 呃 它 另外的公共设施 还包括 真是 现在我待在欧洲 很多都是 罗马的那种遗迹 当时罗马最有名的 就是它的Bath 公共澡堂 当然 罗马的公共澡堂 现在你到 如果到德国 他们 现在德国的 那个 虽然非常的现代化 但是它的整个的观概念 完全是罗马Bath 罗马的公共澡堂的那种 呃 概念 因为它当时的 罗马共和国的那一些 公共澡堂 它就不是洗澡的地方 不仅仅是洗澡 最主要还是社交啊 它公共澡堂的建造的 非常豪华 然后有 有 有餐厅 然后有社交的地方 有Hot Room Cold Room 就有热的 呃 早堂 有冷水的早堂 然后有按摩 有桑纳 然后还有就是说 它有很多就是 就是有交际的地方 有喝酒的地方 有花园 有走廊 那些 整个就是一个大型的 像现在德国的很多 德国叫Spa 或者就是Spa Resort 就是那种度假村 其实它的那个 当时罗马的那一个公共澡堂 更像一个室内的城市中心的 那个一个度假娱乐中心 就是在那去你可以享受很多的 上纳 Spa 再加娱乐和社交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你看 然后它罗马成整个的 现在我们欧美都是用CP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这个其实完全就从罗马 这个地方 共和国的这个地 这个时候的一脉相承下来 因为当时你看 当然穷点人住在Apaman 然后它市中心的黄金地段那些 如果你现在去罗马 就可以看到那个Roman Forum 那就是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它的比如说达官贵人 住的豪宅 那都在那个地方了 然后还有就说 银行 当时已经有银行了 银行在那 所以大家到市中心 到CPD去 那就是去工作 去shopping 你看当时商业就是有market 有market 就是市场 就是到那 大家到那去采购啊 shopping 然后还有很多的大型的活动中心 比如说那collision 角斗场啊 剧院啊 图书馆 学校 反正就是说当时在就现在我们去CPD干什么 当时罗马人去CPD也基本上就干什么 就就 而且当时还多了一个 就现在也是啊 就它有很多广场 就是说那些 呃 政治家啊 或者议员啊 这个广场发表演说争取 而且还拉票 对了 当时是有拉票这个就是说民主选举这个这一套的系统 所以我我觉得除了年代上面相差了2000多年 那个整个的形式没有太多的区别 你现在到欧美 哪一个城市 就是说北美啊欧洲那些很多只要是民主国家 它的整个的政治体系比较相似 而且它城市的规模和规划 基本上都是这么一脉相承的 你现在到欧洲都是市中心 有一个广场 然后市政厅啊那些也都在那 银行商店等等 好刚才我讲了罗马共和国的经济状况 现在我讲了它的文化 它的文化的话可以用现代这个词就多元化 包容性 这个词非常的熟悉是吧 因为现在的西方国家就这样多元化 和包容性很强 因为当时罗马他是信奉多神教的 罗马呢就是说他的宗教 他没有一个就是说哪一个是国教了 他就是很多的宗教 他以后我会讲到为什么罗马就基督教 他要他要就是说处死了很多基督教徒 因为就是他跟他这个多神 因为他是包容性很强的 但是呢他的基督徒就不信这个 所以他们之间产生了那种矛盾了 这是以后的后话了 但是当时的罗马确实就是各种宗教 他都包容 而且呢他比如说他占领了哪个地方 他当时的就是当地人你完全是 就是说你信什么宗教就信什么宗教 然后呢他的那种文化 也就是罗马这个城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大都会 哪里的人都可以去 你看他道路秀到哪里 然后世界各地的人也都往到去到罗马去 去做贸易的商业 还有学习的军事训练的或者整整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有 然后他的人也是各色人等都有 并不是只有罗马人 然后所有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文化都融合在一起 完全是multiculture 就是在当时的古罗马完全就是多种文化 聚集在一起 当然对罗马共和国影响最大的就是希腊文化 因为当时你看他的年代的话 就是罗马共和国的时期跟希腊化的时期 是基本上是同一时期了 所以但是罗马人对希腊文化是基本上是全盘接受 希腊的哲学艺术拉丁文 整个对罗马的影响非常非常 连建筑的那种你看他的建筑雕塑啊 艺术品那些都完全把希腊的这个 传统沿袭下来 所以很多西方的历史学家 也就把这个时期称为古希腊罗马时期 然后因为他确实很难从建筑啊 艺术啊雕塑的一些 而且连他们的神话 罗马的神话 跟希腊神话 也就是一脉相声下来 基本上很难区分 所以整个来说 罗马是多元文化的 当时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但是呢以希腊文化为主 然后罗马的教育系统已经相当发达 小孩子的话是六岁上学 嗯 现在我看欧洲都是六岁上学 然后大概读六到十二年 你看看他的当时一般是很 主要是男孩子上学 但是女孩子如果你愿意家里边能出得起钱 你也都可以到学校去的 所以他的当时学以 学 政治哲学 但是还有另外逻辑学 文学 当时最主要的一个还要学 他还有军事训练了 然后就是辩论 修辞学 所以他当时的公众 public speech 就是演讲的那些 因为对罗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因为你要 不管你是要当 就是说做商业 从事商业活动 或者是从政那些 演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 所以学校系统已经是非常完善的了 当然他还有就是说 大学还没有大学 大学是以后中世纪的时候才有的 以后我会讲到为什么中世纪 不是黑暗的中世纪 整个是一个延伸 但整个的我看用现代的话来说的话 就是小学初中到高中 这一个阶段的话 受的教育基础教育 在罗马共和国的时候就已经成型了 当然罗马人的社交生活和娱乐活动 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而且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国家提供 所以他那个社会其实相当 对现在来说还是比较 比较福利社会的 大家就是那些所有的像戏剧演出 公众的 就刚才我已经说过 包括Gradiate角斗士 那些的演出都是免费的 公众都可以去的 所以呢 这里呢我要提一下 因为大家对角斗士 这个是争议很多 而且呢 这也是当时罗马的一大特色 当然听起来是非常残酷的 其实角斗士这个传统不是罗马在罗马产生的 而是在佛宁沃就是罗马跟斐尼基 记得上次我讲过古罗马 共和国跟那个斐尼基 和加太基 当时是加太基王国产生了大概有三次战争了 上次我还讲到了非常有名的那个翰尼瓦 因为他有一段时间 就是第二次 那个叫佛宁沃 那个佛宁沃战争的时候 他还打到了罗马 还把罗马城给攻下来了 但是他没有占领多久 其实这个角斗士这个传统 应该是从斐尼基文明 从就是加太基 从中东这边 从北非和中东这边带到 罗马城去的 那也是公元前四五世纪的时候 打这些仗 当时这个传统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像我看很多古文明的话 都有祭祀这个传统 当然像南美那些 还有就活人 就用人来做祭祀 他这个呢 可能有一点点 从北非传过的这个传统 当时就有很多记载 就是说胜利以后 比如说一场战争胜利以后 如果有将军或者是牺牲了 或者自己的非常尊敬的一个 比如说自己的父亲 当时父亲的地位是很高的 那就在葬礼上的话 就要用这个角斗士来进行纪念 当时 所以这个呢 从加太基从斐尼基文明那边传到罗马 这边呢 是一种祭祀活动的内容 那就是当时可能很多是用战斧来做角斗士 然后罗马的话 接受了这个传统 最主要是 罗马是一个 当时是一个 战争非常多的了 连年都在打仗 所有人 基本上是全民戒兵 所有的公民 男性公民 基本上都要打仗的 所以他非常上武 是一个 上武和崇尚英雄 这种情节 这种社会风气非常的浓 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 战死 杀场跟在角斗场上死 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且呢 就是说 他们的罗马人信奉的就是 fight well die well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 战斗光荣 死的也光荣 所以作为角斗士来说的话 并不是 因为角斗士的组成 当然以战斧 还有为主 但是也有很多 罗马的公民 自愿参加 而且还有很多贵族 和有钱人 也都 自愿参加的 那并不是 所以那基本上是 看作一种 英雄 行为 而且有名的角斗士的话 他也就是说 基本上跟现在的 体育明星 那个地位差不多 就受到很多贵族女性的崇拜 也就全民崇拜了 所以角斗士这个传统的话 跟他当时古罗马的上武精神 还有崇尚崇拜英雄 这个是分不开的 然后呢 后来又发展到大型的角斗士 不仅是 当然他角斗士有很多 他的组成部分是战斧了 和也有一些是奴隶 所以他这个的确我觉得是有比较残酷的地方 但是对当时的古罗马人来说 一是比较英雄的行为 第二呢 当然也是娱乐大众的一个 跟现在的足球赛 对大众来说 跟现在的足球赛 或者是运动会 那些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为当时我估计像 要不就战死 要不就战死 杀场 或者在角斗 角斗场上死去 对罗马人来说的话 那可能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后来到基督教 就到以后会讲到 罗马帝国基督教成为国教 以后呢 他就把这个角斗士这个行业 就基本上就衰落了 因为基督教 这也是基督教比较鲜明 比较先进和文明的地方了 另外呢 除了当然角斗士 或者这个这个是 当时其实是非常豪华的场面 因为像贵族啊 或者是王公贵族 他们如果有几百人的角斗士的场面 那是相当宏大的 一般人是 因为角斗士这个行业 也是一个产业 就是说要供养一批角斗士的话 那是得非常有钱 也就是说要非常有钱的贵族 才能有这些 才能拥有角斗士 另外一些当时的活动的话 也就是说 他的娱乐活动 当时罗马人是非常喜欢party的 就是说很多社交活动 然后喝酒唱歌 当时就说 罗马人是非常喜欢音乐 他的音乐跟希腊的音乐是比较比较相似的 然后呢 当时我估计最早的那个芭蕾音乐 也就是从罗马共和国 罗马时期开始的了 他的文学艺术啊 那些都是相当发达的 当时的图书馆 已经非常有规模 所以你看 但罗马的那个城市 它已经具备了 基本上所有现代城市的规模和function 就它的整个的功能那些都相当齐全 就现代化社会的那些功能的话 在古罗马的时期已经完全有了那个出行 当时也有很多酒吧和当然也包括妓院在内了 也都也都有了 罗马人非常喜欢喝酒 当然是意大利人也产产红酒的地方 但是呢 他们的酒都是要兑水的 一般来说不会 就是说空服直接喝酒 那个空服直接喝酒 在罗马被认为是alcoholism 也就是说 酗酒者才这么做了 要被大家笑话的 所以那个安东尼 那个执政官 跟埃及验后的那个安东尼 马克安通尼 他就是以他的 都说他是酗酒的 他在以这个是比较有名的了 当然叫做你要是以你的 因为大家当时都住在 大家的社交活动也很多 如果你在喝酒方面 如果你有了酗酒这个名声的话 在政治上商业上的名声是不会太好的 因为别人就会穿说你是酗酒的那种 对自我控制不是很严的那种人 很可能会影响你的正途 当然跟现在如果 对了 现在也一样 如果哪个政客经常是有酗酒的这个记录的话 那肯定影响是不好的了 所以每次当时的摩马的 像在哲学和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诏语 就是特别是历史学 他们在他的 刚才我已经说过他有很强大的图书馆 然后呢就说规模那些都相当大了 然后他对当时的历史的话 就最主要是以政府出面来记载的 他把就是说政府的一些大事件 各就记载的都非常详细了 哲学方面 今天我就时间不够 我就不会讲太多哲学方面 他最有名的哲学家就是西塞罗 他是著名的哲学家 也是执政官 而且也是大律师 西塞罗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就是说他主张的是君主立宪 这个对以后的休莫洛克 那些对英国的宪战运动 启蒙运动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古罗马的哲学 因为他们当时处于基本上同时一个时期的了 哲学家最主要出在希腊那边 那就是亚里斯多德 以后我会专门做一期节目 关于亚里斯多德 我的智慧之美的栏目 估计可能下周做吧 总的来说 就像我读罗马史的感受 你看现在欧美国家的 不管是从城市规划 经济结构 政治结构 政治体系 法律体系 和税收体系 贸易体系 贸易体系 城市化的那种规模的话 他当时已经城市居民的人口已经占了36% 英国是在1800年才达到这个城市化的规模 那是2000多年的差距 所以我觉得学历史的话 我感受非常多 为什么经常要讲到历史 我觉得历史不仅仅是过去 就像历史在罗马人那里的话 也是非常有很高的地位 历史不仅仅是过去 历史告诉你未来 而且呢 让你学到很多东西 让你就是说 看到很多现代的这些纷争啊 不管是战争 还是各种意识形态的纷争 其实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好了 今天我的西方文明系列 这是十二 罗马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 这一个节目就做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希望你给我留言 我觉得很多朋友都给我留言 给我了很多的支持 说他们非常喜欢这个节目 所以希望你点赞 转发和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节目 再见